大家好 我是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陳啟澤 在我右邊的是西九龍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何建堡 左邊是商業罪案調查科督察石康瑩 今天我們會就一宗由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 聯同商業罪案調查科所徵破的財務中介騙案 進行一個簡報 這種案件就是今年4月至11月期間 警方接到不同市民的舉報 收到一些騙徒的電話 聲稱是一些本地大型銀行的職員 並且能夠提供低息的貸款 當市主表示有興趣的時候 騙徒就會將市主轉介給他們的同黨 這些同黨會再繼續接觸市主 並相約在一些地方時租的商務中心見面 見面的期間 這些同黨會要求市主簽署一些文件 例如一些承諾書 當這個受購人簽署了承諾書之後 這些同黨會要求受購人將一定的金額 傳入他們所指定的銀行 作例如一些保證金 並且承諾如果貸款是不成功的話 就會傳數退還 部分市主不如有詐 將這些金錢轉到所指定的銀行戶口 但之後所有的騙徒就逃去無蹤 而所有市主申請的貸款 是從來都沒有兌現過的 經過情報收集和生物調查之後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在2020年的11月10日 聯同商業罪案調查科 展開一個聯合的拘捕行動 在尖沙咀區成功阻截了一名女事主 被騙去金錢 並且即時將一名本地女子拘捕 當時這名女子嘗試騙取 女事主大約五萬元的港幣 而在被捕女子身上 我都搜出相關的協議書 到現在整個行動裡 警方成功在旺角、尖沙咀、觀塘、大埔 以串謀詐騙共拘捕五男兩女的本地人 他們的年齡是介乎26至68歲 報稱的職業分別有文員、侍應、送貨員和無業 被捕人士正被保釋後查 案件仍然是調查之中 我們不排除有更多人之後會被拘捕 而案中暫時現在 涉及23名受害人 年齡是大約30至75歲 涉案被騙的金額大約為252萬港元 這些受害人是來自各行各業 有專業人士 有勞工的階層 或者是退休人士等等 現在將相關的欺騙不同的手法 我交給何健保高級督察去講解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近期 財務宗教騙案常義的手法 我在講解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看看右手邊的這幅流程序 首先 事主會收到騙徒的call call 騙徒會磨清自己是一些大型銀行的職業 聲稱可以提供一個低息的態勢 當受害人表示有興趣的時候 騙徒就會將受害人的聯絡資料交給他們的同黨 之後這一名的同黨就會聯絡受害人 聲稱自己是一間財務中介公司的職業 然後騙徒就會跟受害人 用手機通訊軟件去溝通 向受害人挖清這個態勢一定可以批核到 但前提是他叫受害人 在他們公司開納一個證券 投資又或者是循環貸款的戶口 並將一定的金額傳入這個戶口 作為他有能力去償環貸款的證明 而這個金額 他傳入的金額是多少呢 是會根據受害人 他所想借的貸款總額的一個百分之計算 騙徒更加會承諾 若果到最後這個貸款是未能夠成功批核的話 受害人所傳入的金額 是會全數推環給他們的 當受害人相信了騙徒之後 就會傳送自己的個人資料 包括他的糧單 工作證明 以及一些銀行的戶口 等等 之後騙徒就會假冒自己一個正當公司的職業 相信受害人 在一些以時租形式租用的寫字樓 甚至在一些咖啡店 快餐店那裡見面 在見面的時候 騙徒會要求受害人 簽了一些假的貸款協議書 以及一些承諾書 增加這個騙局的可信性 當受害人就簽了這一系列的文件之後 騙徒就會要求受害人 將這個一席的金額傳入指定來偶偶 並且騙徒會再三承諾 如果那個貸款是批准不了的話 這個金額一定會全數退壞 當然了 受害人成功轉帳之後 騙徒就逃亡無蹤 另外也想提一提 最近有騙徒 是以這個疫情嚴重為理由 和受害人俄稱 無需見面都可以申請貸款 受害人只需要根據騙徒的指示 將這個金額傳入指定的銀行樓 並且將它個人資料和貸款所需的文件 傳送到騙徒的手機 就能夠批核到這個貸款 我們發覺近來有部份的市民 都會因為這樣而受騙 接下來我將時間交給 商業罪案調查科的石督察 為大家作出一些預防騙案的呼籲 吳安各位 我是商業罪案調查科 督察石康瑩 在這裡我們警方向各位市民 作出一個呼籲 當收到自稱銀行職員來電的時候 即使對方能夠清楚說出你的個人資料 以及你的財政狀況 都必須要親身去回相關的銀行 甚至乎是致電相關銀行所提供的熱線 去核實這名來電者的身份 千萬不要輕信來電者的說話 和他們所提供的電話號碼 去核實他們的身份 而當市民想作出大額借貸的時候 應該尋求獨立人士的意見 包括律師以及親友 也都需要問一問他們 究竟騙徒所圖他們說的說話 會不會有可疑之處 如果透過中介公司去借款的時候 必須要向放債人提供中介公司 所提及的所有相關資料 另外市民借貸的時候 應該要提防中介公司 所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和收費 當中包括手續費、保證金 以及開納投資戶口作為資產證明等等 另外無論是申請貸款 或者成功獲得貸款之後 千萬不要將任何的金錢 交給第三者代為處理 市民如果懷疑受騙 可以隨時致電警方24小時防騙2熱線 18222查詢 謝謝 謝謝 現在是8月的時間 想問一下現場的名牌 有沒有人有10萬 如果想說的話 麻煩說出你的回答機制嗎 請問一下單一的損失是最大的機率 以現在這個案件 最大的單一損失是80萬 港幣是80萬 港幣是80萬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那些資源人士 在哪一損失 可以大概說一下他們的資源 是否需要 如果他未見到80萬 他只是一個人 去問一些人 人士 是否會有任何人 還有我想問一下 除了Cocoa的方式之外 還有些甚麼形式 去接觸於受害的 這個我交給何斑斑 好 在我們調查當中發現 這個專門人士 他的資源是一名律師 當時他要求 這個貸款額是400萬 而我剛才也說過 這個金額其實會根據受害人 他想借的貸款總額 一個百分比 而我們發現這個百分比 通常大概是10個 假設如果你借100萬的話 偏僱就會跟你說 我需要11萬的補充 好嗎 請到現場的名證 還有沒有想法嗎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新闻法庫會到這裏 謝謝各位